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欢迎来到禅意 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某人升官发财了,这是他祖上积德了 事实的确如此,一家是否发达,子孙是否兴旺,与老人的得有直接关系 古迅云,道德传家,时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 也就是说,道德传家是根本,也最长久 家中老人有德,子孙后代家以继承,能以德为本,就能永远的兴旺发达 常言道,什么样的术节,什么样的果 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 家庭如大树,孩子是花果,父母是树干,老祖宗是树根 树根有多深,枝干就有多大,花果就有多繁茂 大树参天与树根直接相关,花果好不好 也与树干,树根有直接关系 树根是枝干和花果的依靠 花果是树根和枝干的希望 老人有德无德,对后代人有直接的影响 所以,老人要宣扬家风 父母要是范家风 夫妻要长舵家风 子女要继承家风 孙辈要顺受家风 只有这样一个家,才能兴旺发达 相信不少人看过隋唐 隋朝明晨,杨素年轻时非常有才学 可谓文武双全 然而,杨素专以炙炸自立 阿谀始祖,以求宠贵 他功于心计,残酷无情 参与策划了雍丽晋王杨广为皇太子的阴谋 也参与了杨广谋杀其父隋文帝的罪恶活动 他虽然获得杨广衣食的信任 但二人彼此之间是邪恶的勾结 互相利用的过程中 一步步激化了君臣之间的猜忌和恶感 据说,杨素是在隋扬帝受益之下被毒死的 后来又激化了杨素儿子杨玄感的大叛乱 以致杨氏宗族被诛灭 祖坟被发掘 杨素本人遭到报失的惩罚 悲惨耻辱 莫过于此 古话说 多行不义 避自闭 多行不仁 祸及子孙 杨素的悲惨结局正是如此 在当今的社会中 很多人把名声看得很重要 认为有了名声 就有了影响力 也就会被大家所尊崇 所以有些人 为了名声 地位 不惜一切手段 做一些魅良心的事来换取 却从不考虑自己有没有这个德 曾经有一个同学 就是栗子 当初在学校的时候 就是品德不端 打个架 八个女厕所臭名远扬 学习成绩在班里倒数第一 不过家里倒是挺有钱的 也不知什么原因 没有一技之长的他 后来竟然在乡派出所谋了个职位 身穿工作装 走路摇头晃脑 药物扬威 欺上瞒下 而且贪婪成性 有问题 强制这个 强制那个 不听话就开罚单 也不知私贪了多少钱 让人们提及 无不鄙视 愤恨 后来在严打中落马 听说还判了两年的刑 这就是自己没有好品德 最终累人累几类家庭 或几子孙后代 所以 做人一定要有个好品德 要行得正 走得正 所谓厚德载物 就是唯有厚德 才能配得上厚才 在一个家庭中 每个家庭成员要对照自己 反省自己 要懂得知恩 感恩 报恩 对父母来说 不管子女笑不笑 但看自己辞不辞 对子女来说 不管父母辞不辞 但看自己笑不笑 作为老人 子女的事 不要过多去干涉 不摆老资格 家里有问题 主动去担当 教育好子女 这就是德 正所谓 上梁不正下梁歪 家风是家庭的一面镜子 有什么样的家风 就会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来 八月十五中秋节 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 这一天人们都会吃月饼 赏月 在以前民间传统八月十五 有祭拜月神的习俗 到了腊月二十三 有祭祀造神的习俗 这种习俗在农村沿袭至今 依然盛行不衰 俗话说 难不拜月 女不祭造 这是为何 有什么说到吗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 难不拜月 中秋节祭月 历史久远 是古代人们对月神的一种崇拜活动 据记载拜月的习俗史字先秦 未尽时广泛流传 唐宋至明清一直盛行不衰 直到现在我国各地仍有许多中秋祭月的拜月坛 拜月亭 拜月楼 等古祭遗存 据说北京的月坛 就是明朝嘉靖九年 1530年修造的公皇家祭月的地方 北京颐和园 也是清朝慈禧太后帅大臣 后妃和宫女祭月的场所 在古代 拜月仪式很隆重 方式也很多 据《地经景物略》中说 八月十五祭月 其饼碧圆 分瓜碧芽措 半刻如莲花 青家路仔 每户平栏 香竹 望空丙礼 小儿女摩拜月下 嬉戏登前 为之摘月公 有些地方的妇女 还在拜月时念叨 八月十五月亮圆 西瓜月饼敬老天 敬得老天心欢喜 一年四季保平安 据青家路仔 中秋夜 妇女们打扮的花枝招展 节队出游 或拜亲访友 或到尼姑庵寺庙上乡 直到鸡声响起 还婆娑愉悦下 从古至今 拜月好像都是妇女的事 而男人赏月 玩月 踊跃 但却不去祭拜 在古人看来 人对应着天地 男人属羊 是太阳的象征 女人属阴 是月亮的象征 古代把男人当作一家之主 家里的顶梁柱 应该阳刚十足 而女人在家白天 是没有地位的 只是个附属品 因此 只有女人可以祭拜月亮 而男人不可以 另外 古人都很迷信 认为月亮是嫦娥仙子居住的地方 而且 嫦娥长得很漂亮 只有女人可以祭拜 男人如果祭拜 就是心怀不轨的表现 因此男人不能拜月 女不祭祷 造王爷是民间的人们供奉的一位神仙 多数地方都有二十三 祭祷官的说法 腊月二十三是一年一度的祭祷习俗 在这一天 人们都会准备好祭品进行祭祀活动 但在祭祀的时候 女人是不能参与到其中的 传说造王爷成仙之前也有着一段不光彩的故事 有的说造王爷曾经是一个美男子 品行不怎么好 因迷恋色情 修了丁香 又娶海棠 是个见色起义之人 常言道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如果女人祭造 唯恐造王以前贪色的习惯不改 甚至抵挡不住诱惑 会产生非非之想甚至做出节外生枝的事情 古代又有男女受受不亲的说法 在男尊女卑的古代社会里 因此就有了女不祭造的说法 时至今日 中秋赏月 拜月之风依然盛行 腊月二十三 祭造的习俗也仍然存在 不过 男不拜月 女不祭造这句俗语 也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 在现代的社会 虽然男女有平等的地位 但一些必要的礼仪 还是要讲究的 虽说 这句俗语 已不适合现在年轻人的心理 但向往美好 追求幸福生活 也是人们的期盼 因此 我们要正确的理解和分析 每句俗语 只有这样俗语文化 才能够得到健康的传承和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